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蟹黄豆腐宝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我听说爱吃豆腐的人都很温柔 炒至起砂就可以加入清水了 下入豆腐 豌豆 还有切好的蟹柳 来一点水淀粉勾芡一下 嫩滑的豆腐裹着浓郁的汤汁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觉得女朋友就是用来哄的嘛 她还没吃生气了我就给她做这个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觉得心太软 没有人哄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红枣剪开取糊 糯米粉加水比比4比3 揉成面团 放上一点黑芝麻就可以上锅蒸了 最后在表面淋上一点蜂蜜 向天软糯的稻芡小零食 心太软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去年这个时候为你剥虾的人还在吗 最底下铺上一层油纸 撒上柚子皮 撒上海盐 酱片虫断去腥 再盖上一张油纸 薄起来 锅底记得要喷点油 要不很容易糊地哦 柚子果肉也不能浪费 和红茶一起搅拌 到处过筛 再顺序果肉冰块 最后倒入果汁 虾也焖得差不多啦 不做一次 你真的不知道这有多香 鲜甜的大虾带着淡淡柚子的香气 把虾原本的鲜甜称作的更加突出 唯一的缺点就是躲得太少了 这样味道好还不用洗碗的大虾 我听说这是女朋友难以拒绝的鱿鱼酿虾 先加入鱿鱼切成圈 加入葱蛋料酒下锅超熟去腥 虾仁剁成虾泥 一勺盐一勺黑胡椒一勺淀粉 加点玉米口感和味道会更好 再把虾泥填到鱿鱼圈里 配方在屏幕上了 因为加入可乐的关系 所以不用再加糖了 锅里少油下锅间煎到虾肉变色 然后再淋上料汁 把中间的虾肉也焖熟 那时豆腐打底倒入热豆奶 随便找个瓶子 倒入淡奶油 淀上520加 铺在豆奶的表面上 放上汤圆撒上黄豆粉 鱿鱼酿虾也焖好啦 Q弹有嚼劲的鱿鱿 包裹着鲜嫩的虾滑 有条件的可以试试一口焖 超满足 快做给鱿鱼的人吃吧 没有紫豆火融过 你们吃过吗 三个蛋黄 加入白砂糖 牛奶 淀粉 搅拌均匀 等到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加入两坨红薯泥 这里要注意 全程开小火 慢慢搅 千万不要着急 蒸出多余的气泡 放进冰箱冷藏4小时 表面刷上蛋黄液 烤鲜200度 烤20分钟 五子火融果打底 散入一片柠檬 用气泡水和鸡尾酒 做出分层 看看这完美的糊皮 来 我们先来一块 口感软嫩香甜 还可以吃到红薯的颗粒 快 做给鸟鱼的人吃吧 这两天看到了虾的新吃法 我就迫不及待的 做给它试试 调料和配比 我都放在屏幕上了 最重点的是 这个吃法真的很适合夏天 简单的去腥后 捞出虾仁 然后放进棚里 不要急着吃 也以后味道会更好 趁着腌制的时间 来做预备喝的 柠檬汁加水仪 一定要加多多的 要不会很酸 柠檬片打底 倒入隔夜老冰块 最后把煮好的柠檬汁倒回去 然后加入清水 搅拌均匀 这样的一盆虾 饼爽鲜嫩 因为加了柠檬 青柠还带着点微辣 所以吃起来 特别像东南亚的风味 快做给鸟爱的人吃吧 余生 我想做两件事 变得更优秀 和做饭给你吃 今天是 男朋友一定要吃的 黄罐煎饼 没有男朋友的 不要提动手 配方看屏幕 有需要的记得截图 要注意的是淀粉的比例 加多了 容易外面的糊了 里面还没输 把调好的糊平铺上去 这道菜唯一的难点 就是翻面 教你们一个小技巧 先倒在盘子上 把锅倒扣过来 翻面 这样就不容易散了 均匀的分上八份 且多了容易吃不完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又来教你们吃肥牛啦 豆腐切成条状 调料的配方 我放在屏幕上咯 爱吃大蒜的 一定要多加一点 今天用到的是 这种比较薄的肥牛 可以更好的卷在豆腐上 在表面薄薄的撒上一屯淀粉 锅底一层拨油 整齐的摆上去 等到一面变色了 再翻面 淋上料汁吸足味道 上次你们说 把石榴拨出来还不够 还要去紫 那今天不就来了 加一点雪碧 增加气泡感 肥牛豆腐也好啦 撒上芝麻 千万别小看中间这块豆腐 不仅丰富了口感 还有浓浓的豆香 一口一个的大小 吃起来可过瘾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孩子多吃山药的好处 我就不多说了 做成这样美味的苹果山药球 软糯香甜 孩子爱吃 铁棍山药去皮切断 和苹果胡萝卜鸡蛋 一起上锅蒸熟 把蒸熟的山药压成泥 加苹果胡萝卜蛋黄 搅拌均匀 取一小块山药泥 团成一个小球球 放入盘子里 给孩子吃要选这种新鲜椰蓉 撒上椰蓉这样摇一摇 美味完成 开动吧 如果孩子不爱吃早餐 这个西葫芦虾皮鸡蛋饼一定要试试 准备西葫芦丝和胡萝卜丝 少许盐腌制出水分 加三个笨蛋 葱花 一大勺儿童生菜虾皮 一勺面粉 盐石三香 搅匀后下锅 小火双面煎至熟透 这样做营养又美味 孩子超级爱吃 唉 这道菜没有对象的千万不要做 很久之前一个粉丝给我留言 他想看瀑布土豆 我拖了好久都没做的原因 是真的太费手臂了 做完 连我的麒麟臂都开始发抖了 一定要来你们热爱健身的男朋友 给你们做哦 打好的土豆泥过筛 你们别看这一步好像很轻松 很治愈的样子 其实非常的费男朋友 四个土豆我用了250毫升的牛奶 搅拌汁涩滑 加入黑胡椒 盐 还有大块黄油 继续搅拌 等到完全融合了 加入三片芝士 继续搅拌 接着就是拉丝的关键 加入多多的芝士碎 给你们看看 这拉丝可以拉2米的土豆泥 它可以像瀑布一样流淌下来 浓郁的奶香和土豆香混合在一起 口感极为的细腻 不管是直接吃 还是包个香肠 排骨 鸡翅 味道都非常好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让你们看看 我是如何实现肥牛自由的 新鲜切好的肥牛 加入一瓶可乐 还有屏幕上的调料 简单腌制20分钟 拿中心下锅炒香 再放入研制好的肥牛 等到肥牛变色 倒入三个打好的鸡蛋 轻轻的波动边缘 关键点在于要用不粘锅 撒上芝麻还有葱花 给你们看看我新买的炸制机 点也不好用 还不如直接倒 满杯冰块 气泡水八分满 再倒入羊耳朵 搅拌均匀 简单又好喝 把做好的滑蛋肥牛 铺在乐腾腾的米饭上 我跟你们说 这一锅真的贼香 滑蛋的鸡蛋和多汁的肥牛 结合在一起 汁水完全渗透了米饭 再来口樱桃养热多 一口接一口完全停不下来 快 就给你爱的人吃吧 让你们看看 我是如何实现肥牛自由的 新鲜切好的肥牛 加入一瓶可乐 还有屏幕上的调料 简单炎制20分钟 洋葱切下锅炒香 再放入炎制好的肥牛 等到肥牛变色 倒入三个打好的鸡蛋 轻轻的波动边缘 关键点在于 要用不粘锅 撒上芝麻还有葱花 给你们看看我新买的炸制机 点也不好用 还不如直接倒 满杯冰块 气泡水八分满 再倒入羊耳朵 搅拌均匀 简单又好喝 把做好的滑蛋肥牛 铺在乐腾腾的米饭上 我跟你们说 这一锅真的贼香 滑蛋的鸡蛋和多汁的肥牛 结合在一起 汁水完全渗透了米饭 再来口樱桃养热多 一口接一口完全停不下来 快 就给你爱的人吃吧 有粉丝问我快到圣诞节了 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做给他吃的 步骤很简单只要三步 所以快来你们男朋友最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棉花糖中间剪开 塞进好吃的麦力素 用牙签固定住 随便买块黑巧克力 切碎 隔水融化 巧克力的温度不能太高 要不棉花糖会融化 一个一个的摆在托盘或者烤盘上 放进冰箱 冷餐一碗就可以了 香浓的巧克力外衣 柔软的棉花糖 加上酥脆的麦力素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如果你和我一样 懒得不行了 今天这一道 你一定要学会 有很多人出去吃饭 都觉得外面的牛肉特别嫩 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加水 抓匀了之后 再分次加入鸡蛋 淀粉 油 煮好的米饭 马上肥牛 中间留个洞 再蒙10分钟 背方在屏幕上 味道就是 饱仔饭料汁的味道 打一个蛋再蒙5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来做杯好喝的 QQ糖又绿茶水化开 凝固了之后 倒上椰汁 搅散了 就可以开始喝了 时间刚刚好 这个时候 鸡蛋还是糖心的状态 淋上料汁 撒上葱花 翻拌均匀 你们看 我们两个人 能解决到这么大一锅 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快做给大家的人吃吧 快做给大家的人吃吧